下雪了耶 下雪了 一顆顆白色結晶從天而降打在一幅上 寒流低溫持續時間比預期要來得長 南投合歡山 低溫還在零度以下 加上水氣配合 28號上午下起冰線 還熱 追逐降山頭殘雪 還有觀光客上半身打赤膊 挑戰自己的耐寒期限 因為想說冬天來看一下雪 而且平地太熱了 想說這邊比較涼 結果還是很熱 我就袖子又拉起來這樣 不確定今天會不會下雪 想說讀讀看 結果成功了 寒流威力持續減弱 但冷空氣還在台灣附近徘徊 加上華南中層水氣 都已影響週日再冷一天 中部以北東半部 中部山區有局部鎮雨 預計要到週一冷空氣才會明顯減弱 週二風場轉為東南風 氣溫回升幅度更明顯 全台高溫有望回到22度以上 甚至更熱 到了下週末才有新一波北風在南下 整體的一個溫度上 都是會有逐漸回升的一個趨勢 像明天來講的話 在北部地區就有機會回升到 20度左右的一個情形 甚至在禮拜四禮拜五的時候 整個東南風的一個狀況 算是相當的明顯 那可以看到就是這樣子在 整體的高溫上 各地都可以來到25度以上 那甚至在中南部地區 有機會來到28到30度 過年前一週天氣恢復 晴朗炎熱 正好方便大掃除 但農曆年前冷空氣又會南下 春節連假恐怕又會再降溫 進去有這麼的報導 立刻下載晉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晉善晉美晉好新聞